這集我們乘征一名, 黑虎內勞 肯學習, 過時不需要補水的男主帖一名 而且年紀要年僅二十歲出頭的成熟男士 到, 我范少皇向本集報讀 你?我們成熟男士的 我也不夠成熟, 請二明正身 我有鬍根, 不過今天太乾淨了 我們還有喉嚨, 還有… 粗粗真是腳毛, 我已經長大成人了 姐姐, 你也成熟了一點 放肆, 我也有證明的, 你看 身分證, 港陰宴旨, 七六年出生 七六年?能不能靠住嗎? 這邊靠不住, 這邊才是真 為直到日本通行證, 長通無阻, 出發 好, 乾杯 江先生 剛才你檢查清楚我的底細 究竟有甚麼好的菜式 讓我們年輕力壯的大好青年試吃 是呀, 范少皇 你別這麼猴禽, 別這麼肚餓 是, 其實我說過公司給你聽 這次怎麼會選擇你做這個男主持呢 主要就是貪你的年紀 跟我們一間訪問的對象 比較近一點, 我太小了 訪問甚麼? 你快進去吧, 人家已經開始了 每個人穿小和服 當然要隆重一點 他們現在參加的就是為 滿了二十歲的少男少女而設的成人節 你猜過, 今天他們有甚麼願望呢? Sutai deso 當然希望能認識一個好男生 我的照片… 馬上輸入世界 成人節之後, 有甚麼可以慶祝的呢? 我會和我幾天一起吃紅豆飯 就是這些了, 把紅豆加上飯一起煮 其實紅豆飯是很多喜慶節日都會吃的東西 還有旁邊的, 就是鹽燒粥魚 對, 它代表了幸運的食物 今天是假期, 難道他們真的會只留在家裡? 快點出去餵一下 大哥叫我喝酒吧 當然 那他們在日本哪兒最適合呢? 阿爹… 雞蛋這個才是誰? 雞蛋這個才是誰? 我… 雞眼衣 老師, 我不是, 你認錯人了 我… 你… 你怎麼會是老師來的? 老師總是不懂得的 雞眼衣說, 你記不得了嗎? 三年前,你因為沒雞眼 阿急性佛作說要去切割 行好他本來上課了,三年了 現在還搞得…在這裡 不是…剛才我進去 但後來就走出來 其實我已經夠二十歲了,成人了 甚麼?你成人就可以踩著老師的鞋子 我不是說這些 我是旺老成人,夠二十歲 進去紅燈區見識一下 紅燈區? 紅燈區這裡是我認識的那些紅燈區 所以說輸到用時,方向少 你生事還是夠了不起 跟老師說幾個鐘吧 好,再四點 過了紅燈籠,就是居酒屋 好,日本叫做Isekaiyo 這裡有酒喝,有東西吃 這裡就比較平民化了 就是說便宜一點,打陽香噴噴的 這裡最流行就是吃串燒的 串燒的本名叫做Kusiyaki 可惜不太多甜度,老師 有問題,換個家吧 欣欣老師,這裡很漂亮 不過我想價錢呢 少皇同學,我是讀書人 錢不是有這麼大的問題 最重要是學到東西 快點看看有甚麼東西吃 是 有這麼多東西吃 很開心 居酒店這裡甚麼東西都可以吃 有日式、西式、中式 可以說是吃無光食料理 我們面前這一碟就是和式類別 日本的名字叫做 和式類 和式類 是,不是鼓勵、鼓勵 海鮮類叫做Kaisen類 Kaisen類 對了,再一次 Kaisen類 對了,飯雜煮叫做… 左水類 左水類 不是,左水類 是,左水類 左水類 飯雜煮的意思就是將飯加上湯 和這盤混合一起吃,很好吃 還有沙拉雷,Flattele 點心,Kaisen類 師傅同學 老師一道菜就要隆重介紹給你 很好吃 就是這個芝士焗矮 好啊 日本名字很難讀的 Natsuchis Kuranda Natsuchis Kuranda 對了,跟老師讀一次 Natsuchis Kuranda 老師讀得很懂 謝謝 還有,這個腸很特別 香腸大家看到了 對 這條香腸 有甚麼? 有骨 骨 包你沒見過 這個香腸很好吃 日本名字叫做Horenzuki Sausage 油骨的香腸,試試吧 好… 才看 很frieden啊 老闆, 老闆, 這麼高興, 我想… 沒用的, 你臭小子 總是想起那些壞事 老闆說了多少次 紅燈籠不是代表紅燈區 是沒甚麼要看的 好了…短短為止, 粒湯 女人不保, 好而老 男人不保, 好而無 而且女性是因為生理上各種不同的因素 慢慢收入鐵質, 繼而最後骨落疏鬆 而男人因為大量的體力勞動 要收入很多鐵質 就算每晚吃鐵, 也補不及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在淺草區營 介紹這件事, 可以說得上 是男女強身的妙品… 妙品者, 黎秋也 其實黎秋顧名思義 就是生活在泥塘裡的秋雨 煮回來食用, 最重要是去到泥土味 譬如把它鮮放在水裡浸一段時間 然後才拿出來湯 也是一個好的辟味的方法 又或者採用這個蒲燒的烹調技術 告訴你, 這間店的燒汁 由於是逐一逐一加上去的 所以這碟醬料已經有五十多年的歷史了 燒出來的泥秋特別好吃, 其他店也沒有 一、二、三、四 原來小小的一條泥秋有這種煮法 何止煮法多, 吃法也很講究 不如我們請我們這間店舖的 第六代掌門人, 杜邊先生給我們介紹一下 好 杜邊先生 好 好, 杜邊先生 好, 杜邊先生 好, 杜邊先生 歡迎你們 杜邊先生, 杜邊先生 杜邊先生, 杜邊先生 真是很美女, 我也是存了理想的 首先告訴你, 吃這個泥秋鍋有點巧妙 最重要是加多一點的蔥 有這麼多就這麼多, 待會你就知道原因了 加完蔥之後, 要加一些小鼻子的醬油 我們店舖的鼻花很厲害 怎麼做就不會教你 然後又要加一些七味粉 你知道, 每人口味不同的 江小姐的手腳很漂亮 是, 少皇又加一點 是, 然後慢慢讓它滾了 滾了之後又好吃了 蔥就滲入泥秋味, 吃了 強身健體, 很有節質 還有這杯泥秋龍湯 也是店舖的招牌貨 除了濃郁的泥秋海鮮味之外 還用這個雜菜配製, 怎麼樣 好吃, 好吃 好甜 好棒 謝謝你們贊賞 看見美女的大方一點 還有幾道你們慢慢享用 我先做點東西 謝謝 好, 老闆走開了就可以吃得開懷一點 這道柳村真是泥秋蒸蛋 我知道他們還把泥秋全起骨 淡淡肉 還有這個酥炸泥秋 除了事先把泥秋用醬油和薑醃過之外 外面那一層還是用小麥粉包著炸的 真是又香又滑 是呀 雖然款款都是泥秋 不過款款不同味道, 款款那麼好吃 味道方面非常好 我們嘗嘗營養方面的測試 好呀 讓我做一個測試 甚麼事 麻生不殺你 甚麼事 果然沒問題, 你這個濕口 鐵這麼硬, 我的手很痛 我現在先去結帳 連娟哥找沙包了 近日在麻布區的街坊 每個人都說一早就發生一個 形跡可疑的高齡老虎 由於他連近郭伯 仍然精神逆逆逆跳 所以引到附近的街坊 都會停下腳步在看 而造成了這個失人事件 聽說他因為吃了不知甚麼 所以弄得精神這麼好 既然和食有關的 我們追擊隊當然要追擊一下 阿婆在哪兒 沒事 真高真高 婆婆 你開心活, 海鬼 混運 愛什麼眼睛 愛什麼眼睛 人們經常跟蹤我 無非想看看 為什麼我的命那麼長 是靠吃什麼的 我都知道 你吃了不知什麼 搞得身體這麼好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該專家 最多我幫你 收拾房子 掃蟑螂 送飯給你吃 年輕人 我見你真會做 好, 那好吧 我就把我的秘密告訴你 其實我是全靠那間店的 是豆 讓我查一下報料熱線資料 原來日本人吃豆主要有四種 大豆、蟬豆、地豆和青豆 而由於吃豆有百多年歷史 所以款式也有五十多種 一般是以加上紫菜味、綠茶味 和日本甲辣味最受歡迎的 不要看它們小小粒 營養成分很高 包括水分、蛋白質、低脂肪、毛肌鹽 粗纖維、含水碳素等等 其實說這麼多你都不明白了 總之多吃這些豆 想長命二個撿豆 其實我們中國人 都很明白這些豆的營養 謝謝你, 沒什麼事我走了 我是米豆 什麼事? 這麼快就走了? 是呀…幫你撿屋子、送飯、蘇蟑螂 是嗎? 這是小事 小事嗎?那沒什麼事 你現在我說了這個長壽的比方給你 你就吃過這些豆 都很長命的 是呀… 麻煩你, 你這麼長命 你照顧婆婆的下半輩, 好嗎? 這簡直是一個惡夢 不知為甚麼 我們未吉家的男生 每個人都對廚藝情有獨鍾 我誠心祈求觀音大師 像我高超的廚藝 你吉羊嗎? 你怎麼來這裡? 你還問我, 你一個人 靖姊姊走來這個雷門館廟裡 你是不是想買掉我 就像大哥大哥那樣的廚師 我知道, 那我怎麼樣 你要知道的, 男人的事業是第一位 你既然喜歡一個男人 就要喜歡他的事業 你知道為什麼我喜歡你嗎? 因為你的名字很好吃, 叫律師 你吉羊嗎? 你怎麼知道, 一進廚房深似海 如果你要做一個好的廚師 起米苦練十年八年 那我們之間的婚事就要拖 你不能等的, 你走吧 我不想… 我不想… 看著我的褲子, 掉了 你去這裡 學廚房的東西不一定要在廚房 廟裡都有學的, 你先看看 像這些日式燒糯米丸 都不錯, 很多人喜歡吃 或者你可以選擇這些大阪燒 用麵粉開的, 點燒即是很好吃 再不然學燒粥米 對, 我想學兩三個小時都行 你可以留多點精神放在我身上 其實你只要在雷門觀音廟這裡 租到一個舖位 你就買甚麼都行 因為這裡不但遊客多 而且是拜奉的神也多 除了觀音之外 也有風神和雷神 所以這裡做生意一定順風順水 會有前途的樣子嗎? 看起來不錯, 不過廣道這個規模 我知道 這些小生意你當然看不上眼了 不如…那些吧 脆脆脆的米通 我們日本人從江湖時代開始 小時候小時候就可以吃米通 你選擇這些米通來學就有看面 也好, 那我們請教他們 師父先吧 好 好 首先把材料和米通擄在一起 放在鍋裡一起抄 然後拿木棍把它壓頂去 變成方塊這樣 沒錯 然後拿把刀把它切成一塊塊 務求做到每一顆都是大小一樣的 不過還不能吃 之後還要把它封乾 動身之後一天後就可以買了 女先生… 怎麼樣?成功嗎? 楊貝, 你成功了 跟師父一樣漂亮 雖然簡單一點 不過你就這樣做就算了, 好不好 什麼簡單? 一點也不簡單, 做米通 而且也不是一式不變 我想我要留在這裡兩三年再研究一下 兩三年? 燒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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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燒肉? 原來日本人好像我們香港人那樣 很喜歡吃燒肉 話說回來, 我來日本這麼多天 有點私鄉病 如果可以砍10元、8元叉燒 回去煮小飯, 那個時候太好了 好, 跟我來吧 有嗎? 有, 來吧 糟了, 這裡沒有燒肉 是 我不能指著來叫 欣欣, 有沒有發現嗎? 這裡燒肉沒有燒肉 不過韓國燒烤就像有十足手 其實日本人所謂的燒肉 就是指韓國燒烤 好 在日本吃韓國料理 一定會覺得很特別 至於怎麼樣, 馬上告訴你 今天我們主要是吃牛 吃牛嗎?適合我 其實日本人跟韓國人一樣 都很喜歡吃生菜 所以馬上介紹的是吃刺身 好 馬上試一下 好… 第一道就是牛肉刺身 韓國式的牛肉刺身 必定會把牛肉刺成條狀 鹽仔加雞蛋混在一起吃 很滑 然後就是牛肝, 以形補形 聽說很滋補 搭起來更爽爽 最後一道就是牛柏葉刺身 至於這個刺身, 我真的要嘗嘗 好… 很有興趣吃 要蘸這些醬吃嗎? 對 很爽口 很爽口 這些是沒有漂白的 所以原色原味, 一定好吃 生的吃了這麼多 不如你介紹韓國燒烤來吃吧 好, 其實韓國燒烤在香港 你也能吃得到 不過要吃到這些部分 相信要來日本 而且這裡是採用無煙式抽氣烤爐 利用中央式抽煙系統 包你吃完之後 不會全身火氣 而且沒有脾氣 是 我們這張韓國燒烤 除了一般的牛肉和牛肋骨之外 還有這個牛腸, 牛胃和牛心 還有這個就是牛舌 吃完整隻牛腸餅 吃完整隻牛腸餅 吃完 好 很特別 剛才看到這麼多燒肉的招牌 就知道韓國燒烤在日本 的確確實在大行其道 舉了一個粗略的調查 而居日本的韓國人 有60萬這麼多 尤其是在大阪和東京這裡 很多都是從事飲食行業的 離開故鄉這麼遠 那些烹調味道 還可以有這麼少的水準 的確抵贈 太好吃了 這裡的韓國燒烤很特別 還算特別 還有一款專門給皇帝吃的 韓國皇帝燕 這是其中一款 這是九折版 各樣十足中國的全盒 裡面剛放了九種不同的肉類 和蔬菜任君選擇 吃的時候要把中間的蛋皮 包著餡料一起吃 就為之有王者風飯了 皇帝, 皇帝 進來 你快點吧 我還說是新宿試菜的 拜託你傷我的頭髮都這麼亂 行了, 要不要這麼滋整 你至少也能換一件 沒積的T恤 你別管那麼多 快點, 換衣服換這麼久 快點… 你在哪裡? 聽到台興嗎? 殺死人了 全世界都沒有人像你這麼頑固 要不就不換衣服 要不換得這麼漂亮 我也不知道你想戴我哪兒試菜 我這樣叫頑固 其實日本的食店裡 有很多老闆更頑固 他們經營手法 就頑固得你不相信 帶進去看看 好 好 頑固一, 沒餐牌 因為這裡每天的款式都不同 要看老闆心情想煮甚麼 人客也要吃 或者這樣叫做吃得有意外驚喜 通常這樣的店鋪 每天大約會有三十至六十款 有肉有菜不同的串炸款式 頑固二, 沒價錢 你別以為可以先隔一價 看哪個便宜點, 哪個貴點才吃 因為這裡一律沒有價錢 你看老闆的開天殺價 你沒得了 這麼頑固也行, 老闆 那做客人有甚麼權利 你可以叫開始和停 好, Let's go, 開始 這次有口福了 師父一開始就和我們做了這裡 最有特色的食物 像海魯紫蘇卷和鮮露筍 海魯?沒見過 海魯就是蝦 這個名字是特別的 每串山肉或蔬菜 首先會塗上蛋漿 然後再撲上麵包糠來炸 所以清一色就叫做串炸 吃串炸都有很多種醬料配合 譬如吃蔬菜的串炸 我們就會加醋 放在這裡 如果吃肉類的串炸 我們就會加甜醬 而且還有三種調味料 芥末和茄汁你們應該吃過了 不過這個就比較特別了 因為它用天然的鹽和河豚的骨 把它磨成粉, 然後混合在一起 好, 快點 好, 現在可以開始吃了 吃串炸還有一個規矩大家不可不知 就是他們會以一個格式來計算 通常的格式有三十吋至六十吋不等 吃完就算一個彎 一個彎完結之後 串炸的食物就會重複一次 由於它是陸續炸的 所以叫停也要早點 停了… 我們不知道已經吃了多少個鑽 我也忘了, 去買單就知道 好 好, 這個是十萬九千八, 謝謝 這麼貴? 可不可以便宜一點? 既然這樣, 就收你一萬九千八 原來可以講價 這種環固挺可愛的 我喜歡 正外的環固佬串炸介紹特別 其實在日本有很多種 這類的死硬派工手 在我們節目的尾聲 我們又會看到 日本人在傳統的環固食法下 而發明一種特別的食物 它就是漢堡米包 Rice Burger 要買米包呢 當然要去米包專門店購買 不過在日本有些便利店 也有得發售 這個就是米包 它是漢堡包的異形 由於外面那層麵包 可以用米來做 所以叫做米包 至於餡料方面 大致上是牛肉、魚、魚春、墨魚 味道如何? 我們要嘗嘗一下 好吃, 越辣, 香燙燙 已經算是不同 好吃 蕭王, 你別這麼沒禮貌 我們差不多時間 跟大家觀眾說再見 對… 我們盡量會收集更好的材料 下星期見, 再見…